这个豆芽实在是好吃 又脆又清甜 我这是第一次吃到酵素的东西 黄豆芽特别好吃 原汁原味 比以前吃的好吃多了 比较有甜味 比较爽脆 挺好 自从13年到15年 毒豆芽事件爆发以后 和消费者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 鸭菜添加激动问题 不是所有的甜点剂都是好的东西 它不管你高度也好 低度也好 纬度也好 它都是有毒的 所以我们一直在寻找方法 从我内心来讲 我就想拒绝毒豆芽 更拒绝转基因豆芽 所以我们就研发物理的酵素芽菜 来取代过去这种芽菜的生产工艺 属于这种考虑 所以我们就开始了 教素芽菜的这么一个研究和实验 实际上 发明创新这个机器 它是曲曲折折的 不是一次能成功的 当初最大的困难 是我身体的原因 这算是92年6月份 那个时候我才28岁 我就因为做蛋糕 做警惕训练 我就摔上了 一下躺下就瘫痪了 身体就受了这么一个磨难 就是想到了做不到 你发现就是这个功夫吧 后来我也学得聪明了 就是我想到了 我就能个人帮我去做 在制造和生产的过程当中 不是拿来主意 特殊的转用的这些原材料配件 我们都是自己手工大道 一开始 现在呢就是开始系列化生产了 我们这个教素芽菜呢 就用转用的教素压菜机械 去给它实现 就是我们会按照 有比例的 给这个冷的水里边 加这个教素 另外呢 我们里头有检测装置 当我们这个里边的细菌指数 包括这个空气指数 发生变化的时候 它会及时地通知我们去校正 我们现在呢 用于教素压菜的机械 分了三个种类 一个呢就是小型的作坊室的 小实际 二一个呢就是我们升级版的 一个渴室的机器 室客就是我们工厂化的 第三个呢 是我们这种 就大豆室的这种机器 这个呢 室客更大的工厂化作业 还有第四种 做豆芽也行 做苗也行 就是亚苗两用的这个机器 这个这些材料 它这个先回跑 它要先回跑 你看啊 就这个就是放得有点太密 太密 放太密了 你要再一块 是的 因为这个环保浇素嘛 那种植蔬菜是很健康的 它不用化为农药 偶然的机会 就是要接触到孙总 认识这个浇素豆芽 然后呢也是在一起交流 这个豆芽机器 它都是自动的 方便 把种子泡完之后呢 把框放里头 放里头之后 每天上面温空气 你看着时间就可以了 它一般的时候都自动喷淋 你就不用再去管它了 四天到五天就出成品豆芽了 咱们的酵素豆芽是没有外边那些豆芽长得那么长 它就是长得短粗 看起来就是非常健康的 就是一点农药残留都没有 然后呢这样吃起来放心 而且根系还很长 吃起来呢就是非常的甜脆 有些人呢就是喜欢生吃 就不用去煮熟了吃 生吃 他说生吃的时候感觉比熟了还甜 这个豆芽实在是好吃 又脆又清甜 比我以前吃的那个豆芽 简直是天差地点 我这是第一次吃到这个 酵素的这个东西 黄豆芽特别好吃 原汁原味 比以前吃那个好吃多了 这个比较有甜味 还比较爽脆 挺好 给我一把我看看 你闯上你这个牙以后 给口感插着 带个就是你要是发现 我是我们当地的 威方式的子坛协会主席 我就说我作为一个子坛协会的主席 我身边呢还有很多坛籍人 这些坛籍人都很不容易 我最了解他这个心态 他这个处的这种环境 这种身体状况 家庭状况 我自己就想 就是我一个人制服 不算服 我要把这个制服的经验 和把我的这种幸福 放大给我们同病相联的这些坛籍人 所以有好多坛籍人呢 上我来学习以后 拿上这个机器 有我自主的 有社会自主的 有政府自主的 他们回去以后 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制服了 都获得了自信 获得了这个支撑家庭生活的东西 所以我要把我这个幸福 把我这个可靠的技术 奉献给大家 放大给大家 让我们的这个幸福呢 在社会上开花结果 都获得了这个支撑家庭生活的东西 都获得了这个支撑家庭 最后被我这个支撑家庭生活的东西 都获得了这个支撑家庭生活的东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